文昌港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港古經 8月30日早上時間 內地方面疫情在二十大之前持續升溫 清零力度是要持續的 內地方面很多主要城市都開始有大規模的普西 包括天津 北京隔離都要做普西 而且每天確診個案中數都上升超過2000宗 很明顯 疫情在內地一直散發 而河北方面石家莊亦有些管制 不過是區域性的 例如四個區域居民 星期日下午要居家隔離三天 而服務11萬人的地鐵服務也要暫停 河北省其他地區亦都有 例如北京附近的瀟洲市 上星期二已經是封控 四十萬名原居民要居家隔離 純粹只是因為境內發現一個疑似病例 深圳也封控了兩個行政區不同的街區 下令居民要居家隔離 哈龍江省產油重鎮大興 星期日晚間部分區域進入七天管控 與此遼寧亦採取跟進行動 而大連甚至進入全面封鎖 29日凌晨至9月3日全市居家隔離 非必要不能出戶 公車、地鐵、客運、旅遊包車全部暫停 大連封控亦因為28日普西發現15宗無症狀 新冠感染 所以內地方面 你看到的 連大連大家都知道 東三省已經不知第幾次封控 現在又來了 所以對應了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就像打地鼠一樣 封控完 崖完又會再來一次 不斷輪迴 只是頂級一線的城市 盡量要區域性的防控 例如深圳 現在都是社區方面的管控 減少公共交通工具 企圖不用就像大連一樣 但其他那些 就是完成的 那些就不好意思 這一個就肯定 那些地方官員 就會誘殺蔡寶方國 因為現在內地方面 都會把一些 疫情管控不力的地方官員 要設職 所以這一點 令到內地地方官 首要不是經濟 經濟搞不起 責任不是很大 因為現在內地北京方面 已經很清楚 中央的訊息就是 由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城市 支持整個經濟 例如上海、深圳、北京 就是重中之重 但其他那些 其實防疫仍然是他們的首選 在這個背景之下 有一個北京獨立諮詢公司 叫做安邦諮詢智庫 是一個 1993年成立的智庫 曾經為中共中央金融和經濟領導小組服務 亦都為政府機構和金融機構提供研究和諮詢 而他也聲明 安邦諮詢跟安邦保險 是沒有關係的 堅持自己 30年來是基於訊息分析 做獨立的戰略問言和政策分析 安邦諮詢在8月28日 在星期日自己在微信公眾號微博發表 中國到了調整疫情防控的時候 結果昨天早上已經404 已經要刪文 但今時今日還有獨立智庫公開要求 政府要改變防疫政策 確實是很難得的 非常罕見 也得到外媒關注 包括美國之音 美聯社 都立即跟進 因為這是一個明確的公開質疑 由習近平主席 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的防疫政策 現在發出異議 所以連親中的中時新聞網 都要大蝙蝠報道 北京安邦諮詢 要重振經濟必須改變新冠防控措施 所以你都看到的 實際上 內地明眼人都不少 都知道現在這樣的防疫 逆世界潮流的防疫 是不能夠持續下去的 不過更加多就是 可能在網上通過一些新聞 然後在上面說兩句 發洩一下怨氣 或者自己朋友圈 就交代說 其實現在你搞經濟都不用印錢 其實你只需要放鬆防疫已經搞定了 但是你說今時今日 還用整個智庫機構的名義 發出一個獨立聲音 在過去這兩年的輿論整頓之下 變成中國極其罕有難能可貴的聲音 其實安邦諮詢這篇分析 看上去相當溫和 起手也是強調 在疫情爆發初期 中國用一個有力的社會管控方式 封城 靜態管理 確實是採取了一些救治成效顯著 但是到了2022年的今天 病毒已經大幅變異了 而其他中國以外的很多國家都已經逐步放開 而現在Omicron的階段 中國的防控成本要是很高的 社會經濟成本 上半年深圳上海 北京都一定程度上遭遇到封城和局部封區 對經濟活動、城市運行、人員流動造成凍結效果 而且也指出中國同比增長2.5% 第二季度只有0.7% 而發達國家中 美國經濟同比增長3.2% 英國增長5.8% 這些是沒有扣除通脹的 整個增長 法國增長4.5% 德國增長2.7% 日本增長0.9% 東盟方面 安邦更加華 菲律賓增長7.8% 馬拉增長6.9% 越南增長6.4% 印尼增長5% 而新加坡也增長4.1% 這些全部都在上半年 放鬆了防疫 所以反彈也在上半年出現 而安邦說 過去這麼多年以強勁增長 建長的中國 上半年已經險著放緩 甚至有失速風險 因為下半年有兩大風險值得高度警惕 第一 下半年中國經濟恢復 並未隨著放鬆風控 而持續升溫 7月多個數據都顯示出 經濟增長仍然在乏力 令人擔心 如果防疫未能放鬆 疫情散發 就意味著 國內經濟會不斷局部 慢踩煞車 二 經濟持續低迷 而內地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不斷突顯 房地產、地方債務、金融機構領域 風險不斷惡化 亦向系統性發展 這裏 安邦描繪了一個相當暗淡的前景 但這些確實是風險所在 而且也提到 外資調低了中國經濟預測 野村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 調低到2.8% 即是全城最淡的外資行 這裏安邦有個復筆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低於4% 可能會加劇不少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即是告訴政府 這裏可能會很麻煩 不過安邦在另一個角度採用死亡率 即是重症率的數字來看 他說實際上外部是搞和烏戰事 而中國理論上有一個窗口期 不過你偏偏搞防疫防控 導致抗疫之戰拖住了中國發展 如果中國繼續一枝獨秀維持 高標準的防疫要求 便會變相和世界樹立了很高的防疫門檻 繼續下去 中國找經濟大盤非常不利 疫情現在要防住經濟發展 要安全 而安邦自己認為 當前最大的不安全就是經濟可能失速 而實際上內地的傳染死亡數字比較 新冠疫情和普通傳染病相比 都處於較低的水平 光邦說出事實真相 6月數據顯示 無論感染數和病死率 新冠肺炎遠遠都未及很多種傳染病 包括流感、手足口病、病毒性肛炎、輻射病、肺結核、愛滋病 亦都低於流感 現在在嚴格的防疫之下 是否值得呢 新冠疫情的致病數和病死數 已經和兩年前有極大的區別 所以他很清楚 希望北京改變防疫 最終結論就是 新冠疫情的致病危害已經大大降低 防止經濟失速 應該成為內地的頭號任務 中國如果要在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和經濟之下 趨勵避害的話 就需要根據最新變化 科學調整疫情防控政測 去恢復經濟為重 在常態之下逐步和世界接軌 這就是整個安邦的分析 其實不見得有什麼新意 都是告訴大家 海外方面已經是放鬆 你自己中國面臨這麼多問題 為何要一枝獨秀呢 為何全世界最注重人命的西方國家 民主國家都已經完全放鬆 為何中國都要連朝鮮 北韓方面 這個我們家具 封了十天都搞不定 立即都要解封了 為何中國依然要這樣堅持下去呢 現在更可能導致經濟失速 而帶來其他問題 所以安邦事實上 這段建議分析 全部都是很清楚明瞭的 一些基本事實 所以你想想 連中時新聞網都要引述 就知道 確實對於很多看好中國 或者對於中國 仍然有相當感情的商家 其實賺錢就是最重要的 現在偏偏搞到經濟這麼差 這樣下去很難搞的 而安邦也不忘呵護政府 也說明了 以中國政府和社會的治理能力 即使調整了防疫原則和標準 也不太可能出現西方的防疫失控現象 因為國情不同 中國體制強調集體主義文化 政府的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 都不會陷入差的境地 這個不單止是中國疫情防控的底氣 亦是中國調整防控政策的底氣 所以這個不多不少 我們都相信 其實你看到內地方面 社交媒體 越來越多人針對防疫發出不滿的聲音 不斷有個別 不知道是否公務員 還是小粉紅都說 不要像外國這樣失控 疫情外面是很混亂 很嚴重 但實際上很多人會在下面留言 我認識一個朋友 留學生在那邊 染了疫 暈了幾天 休息了兩三天 繼續出來飲食玩樂 這些已經被人看到 其實根本是好小事 中了 不需要好像內地方面 覺得陽性 好像終身落印 又拉又鎖 這些已經在公眾的聲音 越來越響亮 所以確實北京應該感受到那種寒意 不過現在問題是 因為習近平主席 這個疫情防禦是他親自 是落命令親自指揮的 而在二十大前夕 確實他們認為政治將一定要適計 政治將不能夠打倒昨日的自己 免得被承虛而入 但是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內地的經濟 你想想想 最少熬到十一月 而且十一月都因為人事變動 未完全完成 那時候已經足夠放鬆防疫 所以這裡還要熬多一季 這一季經濟就不用想了 肯定就差到貼底 而且天氣都開始轉涼 熱浪都控制不到疫情 沒有辦法受控 你想想 如果冬天一到 情況可能就更加淒厲了 現在的安邦應該是代表了一些商界 甚至是國務院的一些官員的聲音 因為它長期有經濟方面的諮詢 可以提供給這些官方機構 所以實際上可能是代表相當一部分的 這些官方甚至是一些金融機構發聲 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不過現在要在內地發出這些 本來很理性的聲音都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安邦試了發發完一天都沒有就要下架 當然它不能夠維持給你存在 因為它會令到很多人會轉發 會藉這個敏去散發自己的怨氣 所以它一定要下架 但是事實上這些聲音已經是越來越壓不住 民眾的不滿也越來越升運 所以這個就是北京現在要面對的問題 究竟你是不是可以這樣捱下去 而犧牲經濟 這個政治帳我們就不會算了 經濟帳很清楚 這一條是一條不算不定的負數來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